當年比賽的隊名叫做 我不要燦坤李卷 那時候的主辦方發的是燦坤李卷 主辦方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取這個隊名 然後我就說不行 然後而且沒想到我們打到第一名 大家好我是李倫泉 是第五屆金盾獎的冠軍 我們那一年有一個是 音速小子的題目 然後題目藏在遊戲裡面 我就花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在打那個音速小子 然後結果就解不開那一集 後來冷靜下來 先去解別的題目 然後再回來解那一題 就才把它解開來 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不要一直鑽同一個思路 那你要試著跳脫思考 在現在這種 瞬情萬變的資訊社會裡面 實戰技能才其實還蠻重要的 像金盾這種活動 繼續搬下去 讓我們有更多實戰技能的選手 讓我們一起進入 金盾名人堂 切成功